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步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只有真正在大雨中走过草原的人才会明白 那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好像每一脚啊都用尽了全身所有的力气 雨滴打在身上更是挑战着身体的承受能力 再加上漫天的大雾 就睁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见 阿聪嘴里边骂了一句 这他娘子是什么鬼地方 他跟吴大力走在最前面 实际啊他也担心吴大力跑了 王红走在中间 已经都没力气说话了 咬着牙一步一步朝前挪 事实上这么大的雨啊 就算是想要说话让对方听见 那都必须得喊 而对王红来说 现在喊话 他喊上一句估计他就得倒下 李高楼走在最后边 相比于前边三个人的状况 他是最为冷静的一个 身体素质也最好啊 而且从头到尾 他一直都在观察这四周的情况 谨慎起见 右手之中更是一直都捧着生死窝 眼见着又是好几分钟过去了 这雨池越来越大 阿聪忍不住啊 拽着吴大力在他耳边喊 你说他灯光在哪啊 这时的吴大力啊 如果不是刚刚吃了点东西 估计现在早变成一滩泥了 听到阿聪问他 他哪怕是精神都快崩溃了 也只能回答呀 我也不知道啊 之前看到了 现在又看不到了呀 结果突然间 王红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来 哎 你们看 哎 你看那 哎 这王红这会儿啊 也是强弩之末了 能得空说出话来 肯定是发现什么 果然四个人停下脚步 在某个方向 看到了一点灯光 那点灯光就好似鬼火似的 在大雨之中显得非常模糊 甚至好像下一刻就会灭掉 李高楼的声音也响了 朝那边走 至少现在看来 有了个方向了 同时李高楼看了看 生死簿上的提示 就一句话 安全第一 李高楼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非常窝火 你这也算是提示 啊 如果这不是一本书 是某个人的话 我估计啊 这小李同学就得破口大骂了 还安全第一 老子不知道安全第一啊 啊 用得着你从头到尾 跟我叨得个不停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不过李高楼 从来都是一个 能够控制情绪的人 所以啊 他也没埋怨 重新迈开脚步 已然将注意力 重新放在了那点灯光上 依旧是保持着之前的队形 四个人又走了一会儿 再度停下 吴大力一屁股坐在地上 也顾不得泥水四溅了 找不到了 我说过了 能够看到灯光 可你根本就走不到啊 这吴大力啊 也都快崩溃了 这种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 现在被拉着 又走第二回 就这种感觉可以想象啊 李高楼三个人都没说话 事情的确有点古怪 就那点灯光好像一直都是那么远 根本没办法靠近 你怎么走都是那么远 王红啊 同样恨不得坐地上好好歇会 不过他跟吴大力不一样 他得咬牙坚持 老板 要不咱们撤 李高楼摇摇头 别着急 说着话 抬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 事实上现在的情形 小李啊 也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 漫天大雨加上浓雾 就这样的事按理来说不应该发生 不过呀 现在他们周遭的情况的确如此 再加上那始终无法到达的灯光 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些 乱七八糟的想法和幻觉 王红虽然没说出来 实际上啊 他已经觉着有鬼 感觉害怕了 阿聪一眼不发 他倒是很冷静 他耐心的等待李高楼做决断就完了 就这样 又沉默了一会儿 李高楼脑海之中突然有了个想法 那为什么自己不去换另外一种思路呢 从一开始 因为那些传说 加上霍尔斯和老祭司 他们乃至于眼前这乌大利 所有人都把这失落之地 看成是个神秘之地 附带着非常浓郁的鬼神色彩 所以现在这种异样的状况 就让李高楼没办法找出个合适的解释 只能啊 随着这心理暗示往鬼神那方面去联想 那这个地方作为草原的最低点 想来应该是类似一个山谷的地形 水汽较重 自然常年呢 就会有大雾笼罩 所以这也就完美解释 为什么大雨还有大雾了 毕竟水分要往上蒸发呀 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雨雾的笼罩 自然会导致光线发生强烈的折射 所以他们没办法判断出那点灯光具体的位置 什么叫忽然开朗啊 李高楼现在就这感觉 甚至他都觉着心头那种阴郁一扫而空 再次抬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 李高楼摊开生死簿 然后他开始在生死簿上 认认真真的做一道高中物理题 究竟明明正前方的灯光 应该是在哪个方位 就这一刻李高楼啊 自己都感觉很骄傲很自豪 想来柳川高中的老师们 一定想不到他们培养出来 自己这么优秀的学生吧 拿着全天下独一份的生死簿 去搞定一道或许都不存在的物理题 就旁边的阿聪他们呢 看着李高楼双手凭空滑过来滑过去 就吴大利似乎都觉得这小子疯了 至于说阿聪跟王红面面相去之后啊 都保持了沉默 他们相信李高楼任何举动都是有道理的 所以等着吧 差不多也就两三分钟 李高楼抬起头来 看向灯光完全偏离的另外一个方向 李高楼站起身来 咱们走这边 说完阿聪一把把吴大利从地上扯起来 走吧 吴大利却连连摇头 去那边干什么呀 相比于阿聪他们 吴大利对李高楼肯定不那么信任 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况 不过阿聪压根没打算跟他解释 让你走你就走 哪那么多话 果然很多时候啊 你甭管你多耐心说多少话 都不如一把刀来的痛快 哪怕吴大利索性想死在这儿 可他也没办法对抗来自阿聪的压力 所以他就跟条死狗似的被拖着继续前进 王红也站起身来咬了咬牙 老板既然都说了 那就舍命裴君子吧 于是四个人开始重新前进 可不是原来那个方向了 这次朝前 吴大利嘴里边嘟嘟囔囔就没停过 明明那边有灯 却往其他方向走 也不是搞什么呢 他这疑惑李高楼自然不会跟他解释 实际上如果真的没有看到最后答案 他自己也没法解释 就这么啊 四个人伸一脚浅一脚的接着往那边走 这鱼可一直都没停过 因为体力上的消耗 吴大利也不再说什么了 终于在某一时刻 吴大利倒在地上了 你杀了我吧 我走不动了 再走下去我就累死了 吴大利已经彻底崩溃了 不过这一次阿聪没说什么 微微一愣 跟着吴大利发现三个人的目光 朝着同一个方向 很自然的 他也顺着那个方向看了过去 这一瞧啊 吴大利脑子都蒙了 就在前边 是一处山谷 他们则是站在山谷的上方 这山谷的地形狭长 隔着大鱼隐约可见下方的蒙古包 零零散散的坐落其中 好几处帐篷还亮着灯 就跟他们之前看到的一模一样 耳朵里边却只有雨声 想来眼前就是失落之地了 不过四个人都顾不上激动 因为只有真正站在这儿 才会明白眼前这峡谷 在眼中是多么的死寂 尤其是那光亮 有的只是冰冷 和这漫天大雨一样 充满之死寂